你想减肥吗 怎么样减肥才能不反弹 这几点一定要记住了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范 我就是那个两个月时间减肥了四十斤的小范哥 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问小范 你是怎么减肥的 怎么瘦了那么快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 到底反弹没有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减肥 关于减肥之后 怎么让他不反弹 怎么控制体重的这一个话题 说了减肥啊 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包括小范以前很胖的时候啊 我最胖的时候是一百六十多斤的 很胖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苦恼 到底该怎么减肥呢 到底用什么方法减肥呢 因为自己也是小白马 自从胖起来之后啊 从来就没有受过 所以一点经验都没有 就在网上查了一下啊 但是呢 也是经过了啊 好几次都是没有减肥成功 这是前段时间吧 也就是两三个月前 我呢 就从 一百六十斤减到了最低的一百一十七斤 当时啊 很多朋友都说啊 小范 怎么一下就瘦了 到底用什么方法呢 现在呢 我就再跟大家说一次 我当时减肥是用什么方法的 小范当时减肥呢 主要第一点就是靠 少吃 多运动啊 我以前呢 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呀 这是减肥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早上一起来一定要去运动 如果有时间呢 可以运动 半个小时 如果是再有时间呢 早上可以运动一个小时 要早上吃东西呢 可以吃一个牛奶 可以吃一个鸡蛋啊 或者呢 就是吃青菜 尽量的就是吃素的 我减肥的时候啊 那可是一片幼也没吃 就整整减肥的两个月啊 我从 开始到减肥 减到一百一十多斤 就没有吃过肉 所以呢 我减肥的理念呢 就是不吃肉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 那样是不行的 待会呢 我再跟大家说 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呢 中午呢 从早上就随便吃一点 到中午的时候啊 这一段时间 我是不吃东西的 一旦肚子饿了呢 我就喝水 到了中午呢 其实已经挺饿了 就是刚开始减肥那十来天啊 就感觉不太适应 挺饿了 要呢 我中午呢 我就是吃一些水煮青菜啊 用热水啊 烫一下青菜 然后起来就加一点酱油啊 加一点醋 加一点辣椒 这样吃 然后中午到晚上这一段时间呢 我也是不吃东西 实在太饿了 可以吃一个水果 然后呢 到晚上呢 也是这样吃青菜 基本上呢 主食都不吃的 因为我当时减肥的时候嘛 米饭呢 我是不吃的哈 米粉呢 我是不吃的 以前早上啊 都吃米粉 到后来呢 我晚上啊 也是水煮青菜 基本上呢 早上就是牛奶加鸡蛋 呃 到中午和晚上呢 都是水煮青菜这一些 主要呢 就是以素的为主啊 不吃肉哈 但是呢 我现在发觉 这样不太好 因为可能啊 细心的朋友可能有发现啊 我减肥成功了之后 确实是我整个人都瘦了 但是呢 很多细心的朋友 他发现我这个头发 啊 也少了 因为我减肥成功了之后啊 过了就是 大概是一两个月吧 一个多月我就发觉 哎 我这头发 怎么感觉就是比以前稀啦 很多啊 以前我的头发呢 就是很浓密的 但是呢 那段时间 他一洗头啊 洗完头照镜子之后 我就发现 哎 我的头发怎么那么少了 然后我就发现 肯定就是当时啊 减肥太猛了 过度了 导致了这个营养不良 所以呢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要减肥的话 也没有必要像我之前那么拼 主食 米饭 米粉呢 还有饺子这些啊 什么都不吃 幼的不吃 这样来说呢 就是不太行的 虽然呢 我当时减肥款 两个月时间不到 就减了40斤 这样确实是没有必要啊 因为当时我营养不良 就是导致我这个头发 就真的是 吸了很多 掉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现在 可以看得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一个多月吧 我呢 又用了很多方法 又让我这个头发 又让它长回来了 关于这个脱发 长发这个问题啊 我现在又成为一个 有经验的一个人了 哎呀 当时 减肥的时候嘛 我觉得呢 我就成为了一个减肥的 怎么说呢 一个专家 现在呢 我对这个头发 脱发这个啊 也是有了一定的理解啊 我都纳闷了 我怎么 哎呀 这也是没办法 主要是因为之前减肥的时候啊 导致这个头发营养不良啊 掉发了 所以呢 大家说到这个减肥呢 就一定不要像我当时那么拼 现在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 少吃 多冻啊 我刚才还有说晚上也是吃水煮青菜 也没有吃主食 也没有吃肉 晚上呢 还要运动一个小时啊 之前呢 都是早晚运动一个小时的 以后呢 就是三餐吃的非常少 现在如果大家减肥的话 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早晚运动一个小时不要赶啊 爆汗 全身出汗为止 关于吃的呢 不要像小班一样啊 小班一样之前真的是吃的太少了 又的不吃 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吃肉的 比如说牛肉啊 鸡胸肉啊 鱼肉啊 咱们都可以吃 因为如果要减肥啊 还是一定要让这个营养啊 不要一下就 从100分啊 掉到了三四十分 让这个营养还保持着五六十分 六七十分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是营养一下就掉了啊 导致这个头发脱落啊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啊 真的是得不偿失 说实话 我宁愿胖一点 我就不希望我这个 头发少一点 但是现在头发现在又长回来了 哎呀 真的是吓我一大跳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可以三餐吃一点肉啊 啊 主食这些呢 尽量是少吃 但是有一点 不是说能吃肉咱们就吃多 咱们就吃 咱们就吃一丢丢就可以了 不要吃的太多 因为如果你吃的太多 不管是吃青菜嘛 吃的太多 它其实都是 不好的 对减肥来说都是不好的 所以呢 一定要控制 一定要减肥 关于那个量呢 大家可以这样哈 以前是吃饱了 现在就是 吃个五六成饱就可以了 小放之前呢 就是三四成了 我就不怕饿 当时我一饿了 我就喝水 这样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大家可以吃个五六成嘛 也没有必要像小放一样啊 从当时的 两个月减肥四十斤 大家可以这样两个月减肥二十斤 这样我感觉就比较合适了 慢慢解哈 减肥呢 花个半年的时间 或者是 一年的时间 从一个 肥胖的体重 回到一个标准的体重哈 用三四个月半年时间 其实都不算晚了 大家不要像小放一样着急 小放就是太着急了 说到这个啊 反弹 有朋友说哎 小放 你现在好像是 要比刚减肥成功的时候 又胖了一点点 确实是胖了一点 现在呢 就是我刚减肥的时候是160斤 然后我减肥成功之后 最低的时候117斤 本来呢 我还打算减到115斤了 但是我发现不对劲了 当然不是因为我头发掉的原因 但是我都没发觉我头发掉了 主要是啊 身边的人了 还有咱们的粉丝朋友都说 哎 小放你怎么那么瘦啊 是不是身体有原因了 去检查一下 身边的很多人看到我怎么突然就瘦了 他如果不知道我减肥的真的是觉得我身体是不是突然瘦了 肯定是有问题的 哎呀 所以呢 当时确实也太瘦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太瘦了 瘦的说的难听一点 就跟个猴子一样 所以很多朋友他也是给我敬意 他就是说 作为男人嘛 咱们不能太瘦啊 一定要强壮 要强壮一点 所以呢 我就 刻意的 自从加上我这个 头发掉了之后 哎呀 我就加强了一个自己的营养啊 也是吃的 稍微的多一点的 就是 就是近一两个月吧 我基本上什么都吃了 以前那些油炸的什么我都不吃 什么我都不吃 饮料我都不喝 就是减肥的时候什么油炸的饮料啊 什么都不吃 但是这两个月我什么都吃了啊 因为我确实是想要呢 体重回来一点 就是回到130以内吧哈 现在呢啊 确实 如果要说反弹 它不是反弹啊 因为这个是呢 这个体重这个一直被我控制 因为我觉得现在减肥真的是一件什么都没有这么简单的事 我想让他胖的胖 想让他瘦的瘦 就是这样啊 当然了也一定要坚持 是吧 现在呢 我的体重啊 就是从117回到了130啊 也是130了 如果是轻一点呢 也就是1278了 这样来说呢 也就是中了10斤吧 其实呢 也不算是反弹 就是我想让他稍微的胖一点 大可以看我的脸 明显就没有之前减肥的时候 那个时候 而且那个皮啊 会稍微有一点皱皱的 就是因为我之前脸太胖了 突然瘦下来 他这个皮可能就会有一点松松垮垮的样子 嗯 现在应该是 稍微好很多了 对吧 所以呢 我现在也算是啊 又重新长回来10斤 但是呢 我一定会让他保持在130斤以内 大家觉得怎么样 今天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减肥的方法 就是早晚运动一个小时 然后 就满身出汗为止 就是一日三餐一定要吃少 不吃零食啊 不吃饮料啊 不吃什么脂肪高 还有 糖分特别高的食品啊 基本上减肥一定能行的 大家不要像小方一样着急就可以了 两个月减肥40斤 真的是 嗯 没有那个必要 好 小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现在又攒回10斤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挺合适的 大家想不想减肥呢 对减肥有什么想了解的 有什么想知道的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方留言 咱们一起交流 一起减肥一起变帅变美 好吧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一起点个赞吧 拜拜 拜拜